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日版這個月六星的泳裝佩可 先感謝一下戰隊的戰友 用大人的力量提早做出泳裝佩可讓我測試 專武後的1技能 特大提升自身物攻物爆 並降低自身初始魔防20% 持續12秒 2技能 對前方範圍325的敵人造成小幅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擊退眼前一名角色 EX技能是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對前方範圍700內的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提升自身物攻 持續18秒 提升的數值會隨著UB傷害量而提升 上升量最多多10倍 也就是一次UB最多給自己3萬多物攻 我這邊稍微算了一下 只要UB造成30萬傷害就可以拿到上限值的物攻了 佩可的技能釋放是開場1技增加攻擊力之後2技推人 後續循環 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接著我們看一下六星泳裝佩可的屬性吧 血量6萬3算很多了 是坦克等級的血量 物防553 魔防375 這個防禦力跟狗拳差不多 就偏軟 說好的衣服越少 防禦越高呢? 只能說還好血量高 整體硬度算是還可以 不會特別容易死 另外 佩可的戰力應該是本遊戲目前最高 226等的泳裝佩可戰力接近54000 第二高的 有等級突破的狗拳才51500多 差了2500 接著我們來看競技場的對戰吧 先在畫面上右邊是我之前在3v3遇過的防守隊伍 就是個拖時間防守隊 我則是用了泳裝佩可 咲戀 灰姑娘真部 聖誕 琴哥 優妮的隊伍去進攻 這個隊伍 灰姑娘真部跟優妮補之後再賣一點點血量 泳裝佩可就可以一動後UB 然後第二動咲戀補泳裝佩可之後就會有第二發UB 1分24秒 第一次UB 傷害打坦克大概三四萬 沒有人死 1分21秒 第二次UB 這次打爆結結了 然後對方坦克一陣UB之後 1分15秒 第三次UB 對面坦克全倒 泳裝佩可順利的正面突破了坦克陣 接著是第二場 這場因為對方開場傷害打太少 我方佩可沒有辦法移動後UB 有點可惜 導致第二動 咲戀補泳裝佩可TP整個大一補 浪費了一個UB 想解決這個情況有個辦法啦 那就是把灰姑娘真部等級突破 開場多補一些TP就能移動後UB了 接著1分23秒 泳裝佩可UB 五星等級突破的綠色惡魔 死去 倒是酒鬼殘血沒死 讓我有點意外 後來看了一下啦 對面是等級突破的R24硬邦邦酒鬼 要開場秒掉這種酒鬼 可能我方泳裝佩可也要等級突破才行 不用的佩可只有226的 好啦 反正不影響勝負 1分16秒 佩可再度UB 對面就剩下立馬跟真步了 後續再度UB就獲得勝利了 泳裝佩可的活力還是很恐怖的 然後是第三場 對面是小望酒鬼莫妮卡 老實 綠色惡魔 我方這次則是換了陣容 用麒麗 泳裝佩可 泳裝咲戀 大江戶雪跟幽妮應戰 這邊稍微說一下前面用的隊伍 泳裝佩可 咲戀 灰姑娘真步跟幽妮這四個角色的限制 想要用灰姑娘真步補泳裝佩可的話 泳裝佩可就一定得在1號位 也不能放莉馬跟新年毛衣衛 這個限制就會讓泳裝佩可想要先手UB變得很困難 因為常常會被對面麒麗 美東 超仔貓貓等角色開場控住 然後第二個限制是不能放其他中衛 不然咲戀就會補其他中衛的TP 就不會補泳裝佩可了 所以前面那隊雖然傷害很高 又可以連發UB 但實際上在使用上 限制超多 而現在畫面上這隊則是用泳裝咲戀配優妮補泳裝佩可TP 這隊比較沒什麼限制啦 不過就沒有UB連發了 比較適合打對面有幾個薄皮角色 不適合打五個硬邦邦邦角色 至於大江戶血是幹嘛的 在我的計畫中 大江戶血是第二棟補TP 如果我的佩可一棟後UB 那第二棟時泳裝佩可應該是全隊TP最低的 這樣子大江戶血就會補泳裝佩可TP了吧 很可惜 實際上打起來沒有這麼順利 大雪都已經在那邊處方籤了 泳裝佩可還沒放UB 1分24秒 泳裝佩可UB 對面酒鬼跟莫妮卡倒下 1分17秒 佩可放出第二次UB 對方全滅 我方順利獲得勝利 想要跟對面搶先手UB的話 還是得用泳裝咲戀加優妮的方式 只是這樣就會跟其他隊伍卡角色就對了 第四場戰鬥 對面是我EV群組有人放的防守隊伍 整隊都軟趴趴的 看起來就是很好欺負 我的計畫是開場靠著魔法霞跟綠色惡魔去亂對面 然後我方灰姑娘真步跟優妮補泳裝配個TP 這樣子開場就能UB打爆對面 不過開打我才發現 我灰姑娘放二號位會被麒麗暈到 所以灰姑娘真步沒補到 然後1分21秒 超仔貓貓放出UB有夠癢 有一種小拳頭捶你胸口的感覺 1分19秒 泳裝佩可放出UB 剛剛還在用小拳頭捶佩可胸口的黑貓直接被打趴 這就是力量的差距嗎? 總之 競技場的部分初步測試的感想是 泳裝佩可UB火力超強 跟公主靈比的話 第一個優點是體質比較硬 比較不容易倒下 用公主靈的話我實在不太敢讓她一號位去賣血 第二個優點是公主靈超怕開場1技被中斷 被中斷之後傷害會差很多很多 相較之下 泳裝佩可1技被斷掉影響就比較沒那麼大 至於佩可後續在競技場的表現 就等我自己做出六星泳裝佩可之後 經過一段時間的測試再看看吧 如果有什麼比較實用的隊伍再分享給各位 接著是比較偏向戰隊戰的測試 來去EX5把哥布林打一頓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畫面上實戰放起來 畫面上實戰一邊放 我先說一下公主靈這次EX5MODE1的表現 目前看到的EX5作業基本上都是公主靈第一隊上 傷害大概在七千萬左右 而現在畫面上這個隊伍組成跟剛剛打競技場很像啦 就是用灰姑娘真步跟咲戀去狂補佩可TP 把她當新年黑貓去瘋狂UB就對了 經過我一陣的亂案 這隊最後傷害來到九千多萬 戰鬥過程中我有看了一下普攻傷害 有暴擊到四十五萬 這時的佩可物攻差不多是十幾二十萬左右 這個隊伍如果要認真修走 打個一億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在面對EX5 五目標有大傷盾的情況下 泳裝佩可的表現比公主靈還棒 不過就算泳裝佩可打MODE的表現比公主靈好 之後的作業應該還是會用公主靈打MODE啦 因為我有看到用六星泳裝玉三家的作業 泳裝佩可是用在MODE2 傷害四千多萬也是非常亮眼 相較之下 打雙目標公主靈就沒什麼用 所以把公主靈放MODE 泳裝佩可放MODE2應該是比較合理的配置 除了這個隊伍 我也有在想要不要拿露娜來補泳裝佩可TP 如果能想出一個隊伍把血量控好 然後露娜每次補TP都補在泳裝佩可身上的話 這對傷害應該會非常驚人 不過打MODE5也有個比較遺憾的地方在於她有大傷盾 打起來不太過癮 公主靈跟泳裝佩可的傷害打起來都一樣 唯有在想去找綠龍打 她沒有大傷盾 又不會消狀態 蠻好奇泳裝佩可幾秒鐘可以把綠龍給收掉 好啦 泳裝佩可在EX5的表現差不多就這樣 後續就看看她在戰隊戰冬必要玩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吧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Twinsidak Twinsidak omme 大 個alam 和 和 就像我生徒在一起 如果有機會 去上場 要不要再設定 就像是有機會 但是有機會 現在在上面 就像是有機會 也有機會 但是可以去上場 就像是有機會 就像是有機會 太久了 要是有機會 就像是有機會 等於是有機會 而是有機會 Run and go!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I don't know what I'm trying to find At that point, I'm going to try to get to the next level I'll try to run a little bit But I'll try to run a little bit 不可能